没错,兄弟们好 我一大早又来老二家了 昨天我们 发现了一个小母鸡生蛋 可以吃那个土鸡蛋 今天我们就马不停蹄 买来了材料 还找来了专业人士 就是拥有大house的 我们家的工头 木工,挖工,钢筋工 全能 他来给我们搭建一个小的鸡窝 到时候我们再多买个 十来只小鸡 放在院子里头养着 白天可以在这个大院子里头 去找虫子吃,找草吃 晚上就在这个地方 搞一个鸡窝 他就进去睡觉 为什么要用这个结实的鸡窝呢 因为这里靠近山啊 树也多 里面小动物啊 蛇啊,大蜥蜴啊,大老鼠啊都有 所以说鸡晚上一定要有一个安全的鸡窝 这样才能保护这个鸡 不受伤害啊兄弟们 他俩在这儿先把这个材料准备一下 然后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大孙女去 那大家好 哈哈哈哈 小姐超级害羞兄弟们 但是很勤快哦 早上你看他洗的衣服 这是窗帘子啊 那边也是窗帘子啊 还有衣服啊 早上就是挑的水 去看看 香香 哎呦,我来把香香给炒醒了嘛 这是香香的小窝 他在这睡觉呢 也是一个小卷毛来的 热不热呦 摸一下看看 盖起来 我们现在拿着四根小木方 当腿 就是当这个框架结构啊 然后呢 把这个木板 给它周围围起来 上面再弄上铁皮瓦 放在那个地方 就是大概这个结构啊 现在呢 得慢慢一步一步把它给定起来 一开始是比较难的 前面得慢一点 搞不好容易散架 所以说我赶紧打电话 让公投过来的呢 我跟老二做这个活 我感觉没有什么天赋啊 是不是 以前我跟大哈尝试过很多次 订这个桌子啊 订这个什么小凳子的 失败的多 成功的比较少啊 主要是没学过木匠 俺家老二呢 这方面也确实没有什么优势 用的这个钉子都是大号钉子 八号的 其实刚刚那钉偏了 钉到自己的手了 有点疼 但是老板在旁边呢 他就不好意思表现出来 公投现在就忍着 来把这边扶着 这次学聪明了 钉的时候手主动拉开了 看到没有 不敢放到那个钉子旁边了 万一那小锤再钉偏了 又钉到手指甲 好疼啊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结构了 大家看 这个是正门啊 小鸡从这里进去 在里头睡觉 这个鞋的呢 是为了让雨水能够更快的排出去 上面是屋顶 两边是墙 四面是墙 这边到时候开个门出来就行了 不对啊 我感觉这个结构好像不结实呢 OK 下边你看加了那个支撑了 前后各一道支撑 左右呢就靠这个木板 随着钉子越钉越多 它就越来越结实 兄弟们 现在不像刚刚那样了 你看 稳多了 到时候后面木板一封就更结实 我现在已经交出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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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刚刚我们剪的那个破鞋子 这个皮是什么作用呢 这样钉起来它更加紧实 中间没有缝隙 可以防止雨水进去 你看 这样雨水就进不去了 我们还是做了很多的考量的 比如说这个地方 留了很多的缝隙兄弟们 后面也有缝隙 大家看 非常的透风 呼吸顺畅 小鸡在里面心情也愉悦 然后侧边 搞了几个这个钉子 家里有小锤 轻轻的一屑 然后可以从这里把它打开的 你看 便于老二 每天去清理鸡爸爸 还有到里面捡鸡蛋 这是我们精心为小鸡 准备的下蛋的屋 兄弟们 这里还有一个 我来拿 准备了三个 小鸡以后就在这里去下蛋了 哎 老爸 谁抱着 哎呀 放在门口啊 哎 对了 好了 豪华 哎 单间就是 正面 咱还给鸡留了个门兄弟们 早晨的时候这里打开 小鸡从里面出来 找虫子吃 晚上鸡进去以后 再把它关起来 谢谢 翻面了 啊 晚上再从这里把它给推起来 是吧 然后 还有一个立天的操作 这是让玩家老二设计的 害怕鸡跳不上去 就是哪天崴了脚了呀 跳不上去 给它弄了一个楼梯 可以慢慢走上去 咱们先把它关个一天半 兄弟们 嗯 一只大公鸡 我来把洞口守住 好 公头在里面抓另外几个鸡 把那边关住 关个一天半 他就认识家了兄弟们 小鸡搬家了 以后就在这个地方啊 他可以享受半天的阴凉 到下午一点半以后 可能这地方就太阳就能晒到了 刚刚好你看 放在这一点都不碍事 然后这边我们家大外王 跟小宝贝也来了 过来帮老二他们家煮饭兄弟们 早上我来他们随后一会儿两个人也来了 这是包菜 下面应该有番茄酱是吧 小姨干 小姨干 手给我 你好 快帮妈妈弄来 倒一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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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爱干活了这小子你看 小心 哎呦 崩到眼里去了对不起啊孩子 哎呀跑了 哎呦 撒娇去了你看 撒娇去了 这个路慢慢走 过来我看看 也吹一吹啊 眼睛我看看 好了 可以了 阿喜 撒娇去了兄弟们 给我看 过来 搞点水给他洗洗啊 没事他看他刚刚睁眼看了 他刚刚偷偷的睁眼看了 现在就是在在撒娇而已 嗯好了没事了 每次有什么要撒会儿骄傲 刚刚我呢对他眼睛吹一会儿就好了兄弟们 这是茄子跟洋葱 茄子跟洋葱啊 茄子洋葱加上小鱼 莫非这就是鱼香茄子的原型吗 鱼香茄子 啊哈 现在他俩在这凉一下兄弟们 因为今天我们搭鸡窝发现了一个事情哦 这个地方 他这个院子里虽然大 但是树很少 太热了 煮饭在这个阳台下面 到这个点大家看 到这个点 已经挡不住太阳了 没地方躲了 只能在那个地方 太阳还晒屁股 所以说在这边准备搭个小凉棚 以后煮饭的话 能够轻松一点 香香 老二 香香河 忙完了 过来腾腾他的驴儿 你看看 爷爷 爷爷对 从小叫你兄弟们 叫爷爷没错 叫爷爷 叫爷爷 你说爷爷 干嘛你要调皮了 面包给我吃一口吧 谢谢你来你吃吧 他不是你吃吧 他吃了你看 然后这边哦 俠姐跟大卫正在煮饭马上好了 兄弟们 今天 完成一件大事 就是我们昨天 设想 养鸡的一个鸡舍 以后希望他们每天都能够吃到新鲜的土鸡蛋 吃不完的话 我们就拿来敷小鸡 到明天 在这里开始搞一个小棚子出来 以后煮饭呢 就再也不用挨热了 你看现在啊 太阳温度很高 太阳鞋子上 这个小阳台挡不了什么太阳了 这是他们家房东 当时盖房的时候没有设计好 然后今天内容就差不多了 我们明天再见哦 跟叔叔阿姨再见 来 拜拜